把鸡块放在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的地方特色美食 首先准备半只鸡剁成小块 清洗干净 气锅中加姜片 超过水的鸡块 只需几颗红枣一根人参 锅中加入足够亮的清水 放上自带的蒸电 再放入加满食材的气锅 盖上盖子 我们选择气锅模式 气锅里一滴水都不用加入 您用蒸气模式 您结出了鲜美的鸡汤 加上食盐撒上枸杞 500克的鸡炖出了500克的鸡汤 滴滴都是精华 春天正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聪明的妈妈 一定要多给孩子做这道鸡汤 鸡肉鲜嫩 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少油又低脂 下面的这个玻璃锅 我们可以炖汤 朋友聚会可以刷火锅 煎个海鲜 或者来上一锅番茄牛腩 一锅都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